新北市幼兒群聚感染 蔓延也擴散到桃園 桃園今天新增一例 就是案16197 他與新北幼兒園群聚案的學生 家長是職場同事 這名確診者 他的太太也確診了 由於這名確診者 他曾經到過診所就醫 診所裡的八位醫護人員 以及員工也被匡列 新北幼兒園群聚感染十二號 再增加兩例確診 其中一例是幼兒傳染給家中 同住七十多歲的爺爺 爺爺在居家隔離中應轉陽 新北幼兒園群聚感染也擴散到桃園 桃園新增的案16197 跟新北幼童家長案16152 是板橋局長的同事 他的太太也被驗出確診 兩名子女目前是陰性 按16197在6號早上搭乘712公車到土城 再轉搭捷運到板橋上班 傍晚搭乘710或712公車回桃園 由於他還曾經到過診所就醫 已經匡列診所裡的八位醫護人員 而臺北市新增一例本土個案是二十多歲的女性住在萬華 是一名餐飲從業人員 目前感染源還要釐清 而新北幼兒園群聚案目前累積確診29例 至於臺北市採取預防性停課的三所國小跟四所幼兒園 到11號為止902人採檢結果為陰性 還有三所學校292人還在居家隔離中 記者離析邱不才 臺北新北桃園綜合報導